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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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胡鸿语老师 今天要上的是第七课 淡水小镇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 课本和习作 就跟着鸿语老师 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我们先来看看课文的标题 淡水小镇 你有去过淡水小镇吗? 说到淡水小镇 你会想到什么呢? 淡水一直以来都是 台湾北部著名且重要的城镇 这里除了有悠久的历史古迹 美丽的河岸风光 丰富的美食小吃 这座小镇也孕育了许多艺术家 文学家 成为旅行者们喜爱探访的地方呢 第三单元 台湾风情的第一站 就要带你们到淡水小镇走走 用文字 用观察力 给予想象力 把迷人的景色 难忘的回忆 通通记录下来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拿起纸和笔 跟着课文来一趟淡水小旅行 当个文字旅行家吧 现在 请先和红语老师一起用适当的速度 节奏 有感情的朗读一遍课文的内容 淡水小镇 逢辉月 老街 长长的老街 有传统饼店 有百年商行 淡水的现在 淡水的过往 都在这条古老的街上 阿婆铁蛋 阿婆的铁蛋 又硬又圆 又黑又亮 像那古早的故事一样 愈嚼愈香 红毛城 苍老的红毛城 站在山坡上 静静地看着河口 静静地望着海洋 像在回忆以前的时光 小船 红红的夕阳 照在淡水河上 小船呢 你轻轻地摇荡 是在往鱼 还是在往那金黄色的波浪 如果你刚才有认真的和洪玉老师一起朗读课文 一定会发现 这一刻淡水小镇是由四首小诗组成的 而且小诗读起来不止很有节奏 还充满了画面 仿佛淡水就在我们的眼前耀眼动人 记录旅行的方式有很多种哦 有的人写日记 有的人写游记 有的人拍照 有的人画画 也可以像作者一样用写诗的方式 把美食美景统统记录下来 今天洪玉老师就要教你用心智图的方法来创作小诗 学习写一篇游记 什么是心智图呢 它是一种利用思考联想来帮助自己创作的工具 在画心智图的过程中 你会产生许多创意 每一件想到的事物都会变成你写作设计 发明时的内容材料哦 心智图要怎么画呢 首先你可以准备一张白纸 以及几支不同颜色的色铅笔 接着把旅游的地点写作的主题 写在白纸的正中间 你也可以像洪玉老师一样 画一个框框或是画一个圆 在里面写上作者旅游的地点 也就是这一刻的主题 淡水小镇 喜欢画画的人也可以用插图来表示哦 接下来我们从主题出发 根据你的经验 将联想到的事物写在主题的外面一层 举例来说 作者想要以淡水小镇当作这次游记的主题 他现在白纸的正中间写上淡水小镇四个字 然后开始回想淡水小镇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录的事情 或是这次的淡水之旅去了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景点便是著名的淡水老街 然后在老街上品尝了特别的阿婆铁蛋 老街走到底来到了古迹红毛城 最后傍晚时分慢慢地散步到淡水河岸 一边看小船一边欣赏美丽的夕阳 于是作者决定把老街阿婆铁蛋 红毛城小船写在淡水小镇 这个大主题的外围 当作这次游记的小主题副主题 定好写作的主题 联想出关于淡水小镇的副主题 就可以针对第二层的副主题进行细节的描写哦 看到淡水小镇会想到老街 那么看到老街你又会想到什么呢? 作者想起老街长长的 可以从捷运站一路逛到红毛城 除此之外 作者在老街还看到了许多传统饼店 与百年商行呢? 加上流行的事物 新开的店铺 过去的淡水和现在的淡水 仿佛同时存在于这条老街上相当特别呢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描写老街的相关事物 像是长长的 传统饼店 看到阿婆铁蛋 看到阿婆铁蛋 像是《又硬又圆》 《又黑又亮》 《古早故事》 《愈嚼愈香》等内容写在第二层 副主题阿婆铁蛋的旁边 作为之后写作小诗创作的素材哦 我们继续往下看 逛完老街 这时作者沿着斜坡 站上了有名的红毛城 他会在这里观察到什么呢? 红毛城是做超过三百多年的历史建筑 虽然经过多次的整修 时间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还是让人感受到他的庄严 他的古老 从红毛城向远方望去 可以看到淡水河口 还可以看到台湾海峡哦 不禁让人将红毛城想象成 一位英勇的老将军 正回忆着那些年守护淡水 保卫家国的美好时光 于是 我们可以把描写红毛城的相关事物 像是苍老的 看着河口 望着海洋 回忆时光等内容写在第二层 副主题 红毛城的旁边 作为之后写作 小诗创作的素材哦 淡水之旅的终点 来到了黄金河岸 在港口见到了夕阳 还看到了许多停在岸边的小船 同学们 你知道作者眼中的小船是什么样子吗? 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作者站在淡水河边 看到了小船 也看见了美丽的夕阳 阳光灑在河面上 灑在小船上 小船晃呀晃的样子 好像在捕鱼 又好像在往波浪哦 于是 作者把描写小船的相关事物 像是夕阳 淡水河 轻轻摇荡 往鱼 往波浪 的内容写在第二层副主题 小船的旁边 作为之后写作 小船创作的素材哦 各位同学 你学会运用 新制图写游记的创作方法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 一点都不难呢? 还记得哦 每一次老师要我们写作文 总会唉声叹气的抱怨 不会写 不知道要写什么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利用画新制图的方法 来帮助自己 构思写作大纲 搜集创作的材料 洪语老师再帮大家复习一次 怎么画新制图 通常 我们会在白纸的中间 写下主题名称 接着开始针对主题 联想思考 选出几个有代表性的副主题 当作你想介绍的重点 最后再针对每个副主题 进行细部的描写 将对他的观察 想象统统记录下来 写在第三层 也就是副主题的旁边 对新制图有了初步的认识后 洪语老师再举个例子 让大家练习 洪语老师住在台北市的万华 也在这里的学校教书 不知道你有没有来过这里旅游呢? 或是对这里很感兴趣呢? 如果你来到万华 你可以去哪些地方走走 品尝什么样的美食呢? 在回答之前 我们一样可以先把这次的主题 也就是台北万华 放在新制图的正中间哦!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针对主题 也就是台北万华 进行主题的联想 万华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呢? 对洪语老师来说 洪语老师就会想到 万华有很多夜市 像是广州街夜市 华西街夜市 或是年轻人喜欢去的西门丁哦! 既然想到夜市 就会想到好吃的胡椒饼 还要吸引许多国内外游客 前来参拜的龙山寺 啊!对了! 说到万华 就不得不提起 华江燕鸭公园 这里可是深受北方教课 燕鸭们的欢迎 每年到了冬天 他们都会成群结队 飞到这里来过冬呢! 决定好几个要介绍的副主题后 就可以开始细部的描写咯! 在这里 洪语老师最后示范一下 针对夜市的细部描写 走进夜市 你可以观察到什么呢? 是不是会听到此起彼落的叫卖声 看见络绎不绝的人潮呢? 当然 逛夜市 可是台湾人最爱的休闲活动之一 丰富的流行杂货 多样性的在地美食更是不可缺少 所以我们可以把叫卖声 人山人海 流行杂货 在地美食等内容写在夜市的旁边 当作之后写作 小诗创作的素材哟! 又到了洪语老师指派任务的时间了 这一次洪语老师希望你可以运用今天所学到的新制图 介绍一下你的家乡 你可以把你居住的城市 例如士林 木栅 红树林 杨明山 或是南部的爷爷奶奶家 乡下的外公外婆家 当作新制图的主题写在最中间 然后根据主题 开始联想 找出三到五个你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特色景点 或在地美食 最后再针对每个副主题 进行细部的描写 将来无论是要写成一篇邮寄 创作一首新诗 还是做成导然手册 这都会成为你的素材 让你事半功倍哦! 最后的时间 请同学们翻开国语习作第五十八页 在读完这课的四首小时后 我们一起来根据课文内容回答下面的问题 验收一下学习成果 第一题 走在淡水小镇上 你会看到哪些情景呢? 从课文内容中 我们可以看到 常常的老街上有传统饼店 在山坡上有古老的红毛尘 以及红红的夕阳照在淡水河上 至于商店里卖的应该是又黑又亮的 不是面线 是阿婆铁蛋才对吧! 接下来第二题 下面哪一项不是铁蛋的特色呢? 阿婆的铁蛋又硬又圆又黑又亮 像那古早的故事一样 愈嚼愈香 所以我们要选的是又香又嫩 这个可能比较适合用来形容豆腐哦! 再来是第三题 你轻轻的摇荡是在往鱼 还是在往那金黄色的波浪? 诗句中的你指的是谁呢? 没错!指的就是小船 最后是第四题 下面关于这四首诗的说明 哪一个选项正确呢? 第一个 小船用问句的方式 是要让读者产生互动 并不是真的要让读者查询资料 去找出答案哦! 第二个 作者只有把红毛尘跟小船当成人 并没有要把老街想象成人哦! 第三个 作者的确是把阿婆铁蛋比喻成古早的故事 别有趣味 最后一个 作者是把红毛尘想象成老人 不是年轻人 你全部答对了吗? 好的,各位同学 这堂课就到这里结束了哦! 今天我们学到了运用新制图的方法 来帮助自己在写作时可以调列大纲 搜集材料 也一起读懂了作者对于淡水小镇的看法 与想象 课堂结束后 记得多多复习 反复练习 灵活运用新制图的工具哦! 谢谢大家的观赏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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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